最近武漢肺炎蔓延的形式相当严重 疫情不断扩大 让大家对于传染病有了一些重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传染病有可能被消灭吗? 和传染病的祖师爷的天花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到传染病在想什么 其实病毒它非常的自私 它不是为你而生,也不是为你而活 人们会因为生病感到不舒服 不是病毒为了惩罚你、恶心你 它们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 它们只想到自己 当你抱怨疾病、为你带来痛苦的时候 病毒它们根本没有想这么多 它们想的只是如何繁殖下去 所以一个破坏力强的病毒 绝对不是死亡率高的猛烈性病毒 例如一个致死率高的病毒 得病的人很快就会死去 那么这个病毒也很快就会绝重 但如果只是一个症状轻微的病毒 病毒的繁殖能力低下 人们靠自己的免疫力就能打发它了 那这种病毒也很快就会GG 所以一个破坏力强的病毒 就必须符合威力适中传染力强 人们因为生病会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和腹泻 其实就是病毒在展现求生欲望而已 希望利用这些副作用 能找到下一个新宿主 让病毒得以延续 就是它的传宗接待啦 举个例子 49世纪英国殖民者 把欧洲野兔带到了澳洲 最初只是把它当成食物的来源 没想到野兔把澳洲当成天堂 蛮植过快 造成了生态浩劫 于是在1950年 从南美中引进的年夜流病毒 当作生化武器 这种病毒会造成兔子的大量死亡 想借以控制澳洲野兔的数量 第一年效果非常好 造成染病的兔子99.88%的死亡率 但是到了第二年 死亡率就下降到90% 短短几年后下降到25% 为什么病毒要手下留情呢? 除了生为生物的本能 兔子演化出抵抗病毒的能力外 病毒的威力也下降了许多 因为病毒了解到 如果兔子全死光了 那么自己也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于是 在自己还没演化出 感染其他物种的能力之前 就必须让野兔死慢一点 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梅毒 最早梅毒非常强 它第一次被记载 是在1494年的欧洲 当时得病的人会在几个月内死亡 并在当年夺走500万条人命 梅毒长久以来 就是一个杀手级的传染病 但人们逐渐发现 进入1920世纪之后 梅毒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一部分的原因是 人们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 另一方面 是梅毒自己的能力也下降了 因为梅毒主要是靠性传播 这种传播方式比起飞沫 空气来来弱很多 所以梅毒不能太快杀死宿主 要不然自己也会GG 它只好延长疾病的周期 来增加传播的几率 梅毒从发病到死亡这段时间非常长 临床上就分为三期 从1-3期平均时间是3-15年 因为待在宿主上的时间越长 能传播的几率就大增 同样艾滋病也是一样 虽然艾滋病无药可医 非常恐怖 但也就是因为它太厉害了 所以必须要有非常长的潜伏期 一般来说长达5-10年 才能增加病毒的寿命 而有些病毒是从动物身上而来的 像是武汉肺炎就被怀疑 源头是蝙蝠或是蛇 它们还来不及进化成适合人类的体质 就被带到人类身上 所以一开始会表现得非常强烈 像是相对其他已进化的冠状病毒 还没被NERF的武汉肺炎 有更高的死亡率 当然这种高调的做法 很快就会引起人类的注意 准备放弄大军来对付你 人类为了阻止病毒夺取性命 也为利用各种方式来对抗病毒 就像战争是科技之母 一次次与传染病的对抗过程中 都是人类医学技术 突飞猛进的开始 那么人类有可能消灭传染病吗? 人类有历史以来 就已经与传染病奋战了上千年 其中最古老的致命传染病就是天花 这种疾病被历史学家称为最恐怖的死神 他难以捉摸致死率极高 人类还因此发明了第一支疫苗 也是人类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战胜的传染病 天花透过空气传播繁殖速度极快 虽然死亡率只有30% 但古代卫生条件不佳 又没有防疫观念 所以一旦造成流行 往往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在疫苗发明以前 每年大约有40万的欧洲人被天花夺走性命 但人们慢慢发现 天花有一个弱点 就是只要得过一次天花 就能终身免疫 人们进而从这个弱点 去找方法对抗天花 16世纪时 中国人从天花患者身上 取出少量的天花痘疮 经过鼻子接种给正常人 故意让接种者感染清醒天花 避免日后得到更严重的天花 这种类似现代疫苗的方法 称为人类接种树 虽然不思维一种预防方式 但风险也很高 也有可能本来健康的人 因为接种天花而死 人据记载 人类接种树的死亡率 也高达20% 显然也不能大量推广 时间来到1796年 人类对于天花又有重大突破 英国医生艾德华·詹娜 发现紧牛奶的女工很少感染天花 原因是她们大多得过牛痘 牛痘其实就是感染牛儿病毒 属于生畜类的天花 虽然也能感染人 但顶多就长了些水泡 一个月后就可以痊愈 重点是得过牛痘的人 竟然都不会感染天花了 牛痘可以说是 天花家族中的猪队友 于是人们开始利用猪队友 来对抗天花 就是牛痘接种树 这种更安全的疫苗 很快的被推广开来 因为天花而死亡的人数大为下降 但从1798年 人类证实牛痘可以预防天花开始 到世界卫生组织在1980年 正式宣布扑灭的天花 也历经了200年 人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精神与时间 才消灭的天花 也是人类史上第一个 唯一一个消灭的传染病 天花能被消灭 是因为它的RNA相当稳定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异变 且人与动物无法交叉感染 还有最重要的是 它有一个猪队友扭痘 三个因素缺一不可 而现今的新型冠状病毒 会不会异变还不知道 可以人传人外 与动物也能交叉感染 而短时间内 人类是无法研发出疫苗的 我们能做的也只是控制和加强防范而已 因为这些病毒太无孔不入了 人类也不用妄想想要消灭病毒 而是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与之和平共存 不要再让它夺走我们的性命 下一期我们会来讲讲冠状病毒的崛起 原本冠状病毒在传染病界 只是一个二军球员 与异军的明星球员 天花美毒差距甚远 那他是如何上异军大开杀戒人呢? 还有活体病毒库蝙蝠 为什么蝙蝠全身上下都是病毒? 还可以活得好好的 顺便地聊蝙蝠的祖师爷 吸血鬼的原型 弗拉德三四大功 一个喜欢拿长毛插人屁眼的家伙 连成暴徒和其人都闻风丧胆 警戒进入历史小知识 我们下期见掰掰 台湾政治评论家黄志贤 他认为武汉肺炎是歧视中国的用语 但根据国际惯例 新兴疾病都习惯以最先发现地命名 像是伊波拉病毒、日本脑炎等等 而梅毒最早在意大利爆发 虽然随后整个欧洲都遭殃了 但意大利人讨厌法国 把梅毒称呼为法国病 这个名称 获得同样讨厌法国的波兰与德国首肯 而法国人则称呼梅毒为意大利病 而与波兰为四仇俄罗斯人 就称呼为波兰病 那时荷兰与西班牙正在打独立战争 理所当然的就称呼为西班牙病 而当时在欧洲也有一席之地的土耳其人 居然里面在吵什么 理直气壮的称呼梅毒为基督病与西欧病 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梅毒是哥伦布从新大陆带回欧洲的 而这些懒病的随手 有一些参加了法国陆清意大利的战争 使得梅毒在意大利爆发 最后蔓延了整个欧洲 并造成了500万人的死亡 在那一开始要做牛豆实验时 没人想当白老鼠 最后还是拿自己的儿子做实验 还引起了家庭革命 搞得他老婆非常不爽 而那时人们也不相信 牛豆可以预防天花 还讽刺中了牛豆会长出牛的脚 天花绝对是历史上最恐怖的疾病之一 它历史悠久 科学家推测 天花可能五万年前就存在了 有证据的记录 可追溯到西元前三千年 在埃及木乃伊上 发现了天花的痕迹 清朝顺治皇帝就是死于天花 年仅儿子三岁 生前对于接班人选的问题 他倾向赤子扶权 但他母亲效忠皇太后 则认为三子玄业更好 最后他把这个问题丢给 他所信任的西洋传教士唐洛旺 唐洛旺则以康熙得过天花 已经有了终身免疫力为由 支持康熙继位 可以说康熙是靠天花 才当上了皇帝 天花在1980年被宣布消灭后 自然界已无天花病毒 目前只有两处存有天花病毒 分别是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 与美国亚特兰大的高层级实验室 现在人类已经没有天花的抗体 一旦外泄那将是一场浩劫 科学家曾经争认过 是否要销毁天花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曾多次建议销毁 但都被美国与俄罗斯当局拒绝 他们认为虽然天花也外面绝了 但他的亲戚仍有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 因此可能会再次出现 或是被别国当成生化武器 而在2019年9月 存放天花的新西伯利亚实验室 发生了瓦斯爆炸 炸伤了一名工人 不过还好存放天花的地方安然无事 但也让人吓出一身冷汗 传染病分为两大家族 细菌与病毒 细菌是原核生物 靠吸收外界的养分分裂繁殖 有一个杀手级的科兴抗生素 所以细菌类型的传染病没多 就可以用青梅素来治疗 且细菌界有好人也有坏人 而病毒界全是坏人 他无法靠自己繁衍 必须依赖宿主 例如人类、动物、植物甚至细菌 麦繁殖后代 病毒无法用药物治疗 绝大多数的病毒感染 我们还束手无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